一大犀牛投手阿樂林辰化 本季以中繼投手為主要角色 二十九場出賽 已經是近三個球季的新高 至今一共拿下一勝一救援 以七個中繼點在群立盟海名第五 有緣於過去先發投手的角色 轉任牛棚後 阿樂練就了一顆搶心臟 很刺激 投中繼其實蠻刺激的 心臟其實要夠大顆 隨時要危機處理 而且他上去投 每次上去投的時候 幾乎都是站局比較膠著的時候 要不就是比較吃緊的時候這樣子 那相對的就是投球不能 不能有任何的失投的空間 2013年林辰化以十五勝 成為聯盟勝投王 並獲選最佳十人 但接下來卻陷入低潮 14 15年先發後援兩投跑 成績是兩勝七敗 如今阿樂能在今年球季大復活 算穩一大牛棚 關鍵在於心腿的轉變 一方面除了信心問題 就是容易失投嘛 再來就是我太執著的 想要先發而忽略一些投球的細節 那導致就是可能投球成績 就是非常的糟糕 那今年回來就是心態上 已經做全面性的調整 現在投球是要享受 而不是痛苦的投球這樣子 職棒生涯邁入第五個年頭 林辰化再度找回投手秋勝的自信 牛棚投手的角色 也讓他有了更多收穫 因為投中季而學到很多東西 林辰兵投手教練 還有葉總他們都有講到同一個點就是 球子還不錯 不要害怕被打 現在要想的就是如何想策略 然後去解決打者 而不是說為什麼怎麼投都怎麼被打這樣子 畢竟其實打直棒已經是算中生代了 那該有所突破 昔日的滲頭王在歷經兩年的低潮後 終於破繭而出 對於過去的先發角色也不刻意強求 阿樂只希望把握每一次 在投手秋上登板的時刻 用好表現再次迎接聲納冰封 管理新聞採訪報導